火龙果是非常好的食物,含有丰富的营养,味道也非常鲜美 但是为了身体健康,一定要懂得火龙果的正确吃法 比如不能在空腹的时候吃,不能在饭后立即吃,不能晚上吃等等 火龙果什么时候吃最好 1.上午吃最好,火龙果的最好食用时间是每天的上午10-11点 这段时间内由于早上的忙碌,早餐摄入的能量几乎消耗完全 适当的食用火龙果能补充能量,保证健康 并且和中午吃饭时间有一定的间隔,又不会影响中午的进食 2.要吃印记火龙果,火龙果和其他的水果一样,最好吃印记的 一般火龙果在5月到8月份成熟,所以这个时候的火龙果最为新鲜,口感最佳 推荐在5月到8月份食用火龙果 3.最好是现买现吃,因为火龙果上市的时候气温已经比较高了,不容易保存 而火龙果又是热带水果,是不推荐放进冰箱保存的 所以火龙果最好现买现吃,切开之后最好把整个都吃完 4.中饭后半小时吃,一般水果都在两餐之间食用比较好 而火龙果最好是在中饭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之后再吃 中饭有着乘上起下的作用,补充能量缺失,进而储备能量 中饭后一颗火龙果也能补充能量 5.空腹最好不要吃,其实一般人吃火龙果没那么多讲究的 只要不空腹吃,不饭后立即吃,杀食后吃都是可以的 只是血糖高,或身体虚寒等特殊体质的人群需要注意一下 火龙果的营养价值 1.火龙果中含糖量较高,每100克含水分83.75克 还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B2,维生素B3 维生素C,铁,灵,铭,钾,胡萝卜素,果糖,葡萄糖,水溶性膳食纤维 3.火龙果中铁元素含量比一般水果要高 2.含有特有的植物性蛋白和花青素 4.火龙果是一种低能量,高纤维的水果,水溶性膳食纤维含量非常丰富 火龙果的食用禁忌 4.在吃火龙果时,可以用小刀刮下内层的紫色果皮 5.它们可以生吃,也可以凉拌或者像霸王花一样放入汤里 5.食用禁忌 5.火龙果不宜与牛奶同时,总之,浪费火龙果皮十分可惜 5.火龙果属良性,有脸色苍白,四肢乏力,经常腹泻等症状的含性体质者不宜多吃 6.女性体质虚冷者,不宜吃太多火龙果,建议在餐后饮用火龙果之教适合 6.女性在月经期间不宜食用火龙果 4.女性在月经期间不宜食用火龙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